全世界最致命的十种植物你见过吗? 第一名一颗种子就能杀死一千人 这种植物困扰六千万中国人 号称割脸屠夫 目前已经被禁止生产 植物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它们既可以美艳动人 也可以分分钟秒杀你 本期看世界Top将盘点世界上最致命的十种植物 请点赞评论加订阅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第十名 毒藩石流 起初你可能会认为这绿色的小果子是小苹果 或者其他野果子 但是千万不要轻易采摘并食用它 因为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毒藩石流果 一旦食用小命不保 仅需一毫克毒液就能让你体验一番剧痛 且疼痛时间可持续8到10小时 严重会丧命 毒藩石流树原产于北美和南美洲 它们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树母之一 其中最毒的当属它的树叶 因为它含有高浓度的神经性毒素 毒液堪比植物界的鹤顶红 如果接触到皮肤 会立即起水泡或者造成严重的灼伤 尤其是在阴雨天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毒藩石流树下躲雨 因为它会顺着雨水携带少量树叶 滴落在皮肤上 一旦滴落你就会感受到剧烈的疼痛 而燃烧这些树木也同样危险 据报到释放的烟雾会损害眼睛 食用果实则免不了要喝阎王的来一场赛跑了 或许在你刚开始吞下它时会感受到甜甜的 但很快你就会被剧痛而疼晕过去 它会灼伤你的口腔引起喉咙肿大 严重的话 一命呜呼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去触碰 燃烧 食用它 第九名 巨型猪笼草 巨型猪笼草最初分布在欧亚大陆 但由于作为观赏植物被出口到世界各地 现在几乎在全球范围内都可见到 巨型猪笼草是一种侵入性杂草 如果你在野外见到它可一定要远离 因为它不仅吃肉还有剧毒 一般一株巨型猪笼草可长至5.5米高 宽度可达1.5米 仅从体型分析这就不是一株简单的花草 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要小心它的有毒之液 当猪笼草需要进食的时候 它就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香气吸引猎物 一旦当猎物进入到它的胃囊中 它的剧毒胃液就会开始稀释猎物 巨型猪笼草的死亡之味中充满了酸和酶 人的皮肤一旦接触到巨型猪笼草 就会出现日照性皮炎 形成巨大的痛苦的水泡 这种痛苦无异于被子弹已咬了一口 虽然猪笼草不会主动攻击来往的人 但是你一定要擦亮眼睛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皮肤沾染到它的枝叶 第八名曼陀罗 曼陀罗又称天使喇叭花 又被称为文珠花因其开出的大花而得名 天使喇叭花是南美洲七个灌木种的统称 是最受欢迎的观赏花之一 天使喇叭花一般可以长到11米高 其喇叭形的花朵可以长达50厘米 花朵的颜色从黄色到粉色到橙色不等 如果没有这些迷人的花朵 人们是不会被它吸引的 因为它是世界上最毒植物之一 且整株都有毒 尤其是它的种子和叶子 因为这里面含有多种驱流碱类化合物 如冬粮荡碱和易冬粮荡碱 摄入的剂量超过两毫克一点 就会开始出现中毒症状 比如困惑 口干 颤抖 头痛严重会导致瘫痪 而如果摄入剂量更大超过五毫克 会导致中毒者出现严重幻觉 休克甚至致命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 都是禁止养殖这种植物的 比如佛罗里达州 种植这些植物是违法的 因为它们存在极大风险 所以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 见到天使喇叭花 最好从远处欣赏花朵 你知道号称割脸屠夫的 冰狼危害究竟多大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 最致命的十种植物 第七名 冰狼 你知道每年导致上千万人患癌 数百万人割脸 以及数十万人死亡的东西 是什么吗 没错它就是万恶之源冰狼 2012年 冰狼就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 列为一级致癌物质 冰狼可以说是另一种毒品 只不过它不会让你那么快地死亡 但一定能让你上瘾 因为冰狼中含有冰狼碱和麻黄素 一旦长时间咀嚼 它就会促进人体肾上腺素分泌 引起人兴奋情绪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约有六千万人喜欢嚼冰狼 但此时你千万不要贪嘴 行成瘾 因为冰狼还含有冰狼碱 长期食用不仅会造成各种口腔疾病 严重还会患上口腔癌 还会有患上口腔癌的风险 据了解我国每年被确诊患有癌症的人数 大约在457万人左右 而95%的人都有嚼湿冰狼的习惯 每年死亡可达数十万人 即使是侥幸没有因癌症而亡的人 也会因脸局部病变而面临割脸的结局 这比毁容更让人接受不了 然而这些数据还只是保守估计 真实数据不敢想象 即使是这样我国还是没有禁止冰狼售卖 第六名 娃娃眼 娃娃眼草学名 由于它的外观像极了人类的眼睛 所以取名为娃娃眼 但大家千万不要被这卡哇伊的名字而蒙蔽 因为它是世界上最毒植物之一 娃娃眼原产于北美洲森林的开花植物 它们会在春季时开出白色的花朵 而对于它而言花朵并不是最吸引人的 果实才是最引人注目 这种植物的果实是白色的浆果 直径大约1.5厘米 上面有一个黑色的柱头 正是由此得名为娃娃眼 整个植物包括这些浆果 都是含有剧毒的 浆果的毒素要更加致命一点 这是因为这种植物产生的毒素具有致癌性 娃娃眼的毒素被称为白娃娃茧 这是一种天然的毒性成分 对人的心机具有直接的镇静作用 一旦不小心食用 这种毒会迅速遍布全身 尤其是心脏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医治 会导致快速死亡 但这种毒素对于鸟类是没有任何危害的 第五名 水毒禽 水毒禽堪称称北美洲毒性最强的植物 它主要分布在北美 中国东北以及日本等地区 水毒禽的外表和普通的禽菜十分相似 但是它可是不能食用的 因为它体内含十分强大的神经毒素 一个不小心就会小命呜呼 曾经就有很多人将它和禽菜 以及野外的水禽搞混 最终酿成了惨剧 水毒禽中的含有强大的神经毒素 一旦注入到体内就会在半小时内破坏中枢神经 严重的话还能导致癫痫患者发作并最终死亡 水毒禽的毒性非常强烈 即使是轻微的接触也可能引起皮肤发红 灼痛 水泡等 比方且这种毒素不会随着高温烹饪而消失 一旦不小心误食了就可能出现恶心呕吐 腹泻 头痛抽搐 昏迷等症状 目前针对这种毒还没有特效药 只能是洗胃 这还得是在中毒后30分钟内 所以在野外一旦遇到自己不认识的野菜野草野花 也完不好奇去采摘 因为你采摘它 它采摘你的命 第四名 癫茧 癫茧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植物之一 它是原产于欧洲 非洲北部地区和亚洲东部 但目前随着种子的各种传播 这种植物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癫茧一般可以长至两米高 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会结出黑色的浆果 浆果味道甜美 但你可知癫茧中还有毒性很强的生物碱 如阿托品和易金钢丸 这些有毒物质一旦摄入到体内 仅需一毫克会迅速引起中毒症状 刚开始你可能会感到视力模糊 然后口渴 头昏脑胀 最后慢慢地就会失去平衡倒地不起 此时如果没有及时就医也不会立即死亡 但你会感受到剧烈的疼痛席卷全身 尤其是口腔 而在中毒严重的情况下 还可能出现神经混乱 幻觉 沾望和抽搐 它之所以如此危险 是因为它的毒性会麻痹中枢神经系统 使得我们的身体无法调节自主行为 因此可能导致停止呼吸或心脏停止跳动 而这两种情况都是致命的 三亿人中国最喜爱的植物却成为第一杀手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最致命的十种植物 第三名 烟草 烟草含有尼古丁 这是一种强烈的成瘾物质 使用烟草制品会导致身体核心里上的依赖 难以戒掉 而我们常见的香烟中主要成分尼古丁位居榜首 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呼吁戒烟 其中一大部分原因就在于烟草中含有的有害物和致癌物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吸烟而导致死亡的人数超100万 而世界每年因吸烟而亡的人超800万 我国吸烟人数超3亿人 15岁以上人群占比将近30% 为什么说吸二手烟比吸一手烟还要致命 因为向外流出的烟物温度比正在燃烧的烟温度低 这样致癌物也会直接翻倍 据了解烟草烟物中含有超过70种致癌物质 其中最明显的是多环芳香厅类化合物 如本病皮和尼特罗本病皮等 这些化合物是烟物中的最主要致癌物质 可引起肺癌等疾病 此外 烟草烟物中还含有不少其他有害物质 如一氧化碳 禽化物 杂环芳香厅和重金属等 长期吸入这些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如呼吸系统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 肺癌等 所以戒烟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自己所爱之人 第二名 想盒子 想盒子其实就是沙盒树 沙盒树是世界上最毒的树木之一 原产于热带美洲地区 这种树木十分容易辨认 因为它它天生就长着一副和别人不一样的外观 它浑身上下布满了尖刺 就连它传播种子的方式也十分另类 当沙盒树的果实成熟时 它就会原地爆炸或者从树上掉下来爆炸 而射程可达每小时240公里 此时如果你要是站在它的面前 估计早就被它的种子打成筛子了 而它最毒的地方也在于它的果实以及枝叶 如果你不小心被刚成熟的沙盒果崩倒 可能会迅速引起中毒症状 例如心跳加速 剧烈腹痛和呕吐 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治疗 就会出现精神错乱 死之抽搐 严重的话甚至可以致命 不仅如此 如果不小心被沙盒树的枝叶溅到眼睛里 在短短数分钟内就会失明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上面我们也说到这种树浑身不满尖刺 这些尖刺也不是摆设 它不仅能刺伤你 还含有剧毒 如果你不小心被刮伤 那毒枝就会顺着伤口渗入到体内引发严重的炎症 第一名 臂麻 臂麻是一种既可以入药又可以毒死你的植物 它原产于非洲东北部 在我国中国华南和西南地区也有分布 它的种子可以用来制作生产臂麻油 叶子和根莖可以入药 有曲风活血 止痛镇静的功效 但它也含有剧毒 臂麻含有的臂麻毒蛋白和臂麻碱 这是世界上最致命的一种毒 仅需一颗种子含有的毒素就能杀死一千人 而且目前对于臂麻中毒 没有任何的解毒剂或者疫苗 根据专家介绍 臂麻的毒性相当于情化甲的数百倍至千倍以上 而情化甲是一种比P双鹤鼎红更毒的毒素 不仅如此 这种毒素还可能治胎而畸形 而这些都还只是皮毛 你可知臂麻毒素也可以称得上是毒品的一种 一旦吸食进体内会让人迅速上瘾 而此时你的肺会开始慢慢恶化 开始大量充血肿胀 此时你会开始大量咳血 最终因肺部大量充血而窒息死亡 然而对于这种霸道的毒素 目前还没有任何特效药